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698节 我没事就是热的睡不着 喝点水松快一下就好了 你快去睡吧 不要管我了 这是老毛病了 想起以前在冷忧的日子就睡不着 李安兰拉住云叶的手说 如果心里烦就说出来 切身听着就是了 有一个人帮着你分担 总是好事 您不必把所有事都一个人扛啊 说 怎么说 我自己都想不清楚 怎么跟你说呀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或者说 我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我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就像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我 一个活在现实里 一个活在梦境里 所以我不敢闭眼 即使困了 也不敢闭眼 活到现在 我背叛的太多 失去的太多 可是相应的 我得到的也很多 所以 我很想再去一遭龙幼 再去一趟安息 或者北亭 我总要确定 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才能找到生存的意义 白玉京 白玉京 我总要解开这个谜团的 我总感觉 他好像和我有关 李安兰奇怪的对云叶说 你本来就是出自白玉京啊 怎么您对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地方 都没有了记忆了呢 就是记忆的太清楚 我才分不清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你的出现 彻底的让我迷失了 云叶说完这些话 见李安兰 睁着茫然的眼睛 看着自己 就拍拍脸颊说 睡觉 我还在迷糊中 别再把你再给弄疯魔了 说完话呢 就一把抱起李安兰 在他的挣扎中 就回了帐子 李荣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父亲的儿子 他不想听爹爹和母亲的诉说 一个理性彻底的把这个孩子给搅迷糊了 他特意去问过 从小把自己抱大的和家大娘子 怎么才能证明爹爹和娘亲是夫妇呢 可怜的和家大娘子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 侯爷和公主乃是私乡构合 含含乎乎的告诉李荣 两个睡在一起的男女 就一定是夫妇 于是天刚刚亮 李荣就过来给爹娘请安 不等爹娘准备好 就推门进来 看清楚 躺在床上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爹娘之后 就心满意读的出去了 自己果然是爹娘的孩子 那个嬷嬷说了 阴阳交合乃是伦伦大典 而后根苗出 看样子 自己就是那个根苗 还有一根根苗 就是自己的妹妹云露 她总是觉得爹爹偏心 妹妹可以姓云 为何自己要姓李呢 穿好衣服的李安兰 狠狠的将李荣教训了一顿 告诉她 已经长大了 不能再冒冒失失的 往爹娘的屋子里跑了 云叶呢 很不以为然 愉快的家庭生活 并没有让她过多久 满天都是从北方飞回来的大雁的时候 天使也就到了 云叶进淮化将军 北亭都护府 大都护 东起一五 西至咸海一带 北底俄尔齐斯河 到巴尔格什湖一县 南至天山 这一片土地都在云叶的治下 府至在亭州 刘仁苑进中武将军 岭南水师统领 风绝 阳山县子 掌管南海市 纸一下来了 就留不成了 去北亭 很明显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回来的 苏定芳 在那个地方已经逗留了五年 原本他应该在辽东之战中啊 大放一彩的 结果云叶的出现 让苏定芳这样的名将之花 只能在北亭吃沙子 熬资历 云叶以前对于离别看得很淡 在大唐生活了这么些年之后 也就变得有些伤感了 临走的时候 拉着李安兰的手说 此去北亭任职 多则三五载 少则两三载 你我一在北海 一处南疆 擅自珍重吧 如果在南疆不得意 就去长安 那座府邸有你的一份 李安兰吓得脸都白了 因为自己的男人 从来没有和自己 这样郑重其事的道过别 拉着云叶的衣袖 颤声说道 你要是觉得此去不妙 不如不去了 拼着父皇发怒 我们去大海里住 只要你活着 万事都好商量 云叶揉了一把脸 在李安兰的鼻子上 按了一下 别好气的说 气氛全没了 我还指望你说一些 肝肠寸断的话来 暖暖人心呢 谁知道 你竟然串得住我 当逃兵啊 没意思 说完话 就在李荣的脑袋上 重重的揉了两下 骑上旺财 就上路了 这回糟糕了 大帝号留给了岭南水师 那个该死的天使 成了大帝号上的监军 留人院只有指挥权 没有操作权 他奶奶的 气得留人院半死 云叶不是岭南水师的统领了 自然的就没有动用军舰 送自己回家的权利 他也不耐烦 乘坐慢悠悠的商船 那东西太危险了 这一次要去北亭 对旺财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现在要回长安 那正好考验一下 旺财走长途的能力 为了方便 还特意多备了两匹马 换着骑 在三百亲卫的护送下 浩浩荡荡的向长安开进 出了横浦关 就进入了梅岭古道 梅岭古道是一条幽深的古道 宽不过丈二 高低不平的石头 铺就了古今的时光 细细的小草 从石头缝里长了出来 古道范绿 看上去有些年轻 古道两边树木很多 投注着相当多的阴凉 树木高大苍进 气度非凡 清亮亮的沟水 发出细小的响声 可饮可喜 偶尔见到一汪清水 就算是上天的赏赐了 洗掉封尘之后 云叶就认为 这里是一个派倩女幽魂的好地方 老树的根须 囚章盘结 七八个人都抱不过来 这样的千年老树 要是不成精怪 才是怪事呢 梅岭上真的长满了梅树 漫山遍野都是 可惜梅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东西五月份开始成熟 现在能找的只有梅子干 马队风一样的穿过了梅林古道 怀化将军的名头 在这些荒僻之地 足以让云叶横着走 出了梅林古道 再走百师里地呢 就到了江西南道的大渔关 当云叶一行赶到关下的时候 此时城门紧闭 这里是李二村居甲兵之所 以前呢 是在防备冯昂叛乱 现在呢 好防备云叶叛乱 这不是笑话 六千最精锐的玄甲军 囤住在这里 的目的呢 他就是这个 苟日的玄甲军统领还放出话来 只要云叶的岭南水师赶有异动 他立刻就会沿着梅林古道南下 踏平雍州 玄甲军的统领呢 一般都是出自段志玄他们家 段蒙以前就在玉山书院就读 现在呢 也不知道分配到哪里去了 玄甲军一直对云叶的岭南水师 抱有敌意 自从段志玄过世之后 就更加的没了来往 估计这也是李二的策略 他治军从来都是把两个不对付的家伙放在一起 认为这样最安稳 这里的统领呢 也不知是谁 对于怀化将军的腰牌 不屑一顾 只是回答 要入关 必须等到明日鸡鸣 这倒不是难为谁 玄甲军就是这样的死德行 让他们变通一下 比杀了他们还难 云叶到现在都不明白 玄甲军到现在 他们的军粮依然是梅子 这东西在关中都没有人中了 他们的独粮关 还是板着一副死人的脸 就要梅子 给他们大米白面 就要翻脸 自己在兵部的时候啊 没少看这些混蛋的脸色 整个大唐玄甲军只有三万 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死一个 替补一个 这也是大唐唯一的一支 需要执意到五十岁的军队 为这事 云叶和玄甲军的大统领 断和 那差点打起来 大唐人的体制相对来说很弱 到了五十岁 就绝对已经到了一样天年的时候 尤其是军务里 操练的辛苦 人老的就更快了 其他军务 到了四十五岁 如果还没有成为对政以上的军官 就会勒令退役 断和这是黑了心 要压榨老兵的最后一丝潜力 狗日的不把人用死 他不撒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李二笑呵呵的听了云叶和断和 吵闹的缘由 立刻就从玄甲军 找来了五十个老汉 又让云叶 找来了五十个岭南水师 陆战队的轻壮 让他们用木刀木枪 进行阎武对抗 在云叶惊诧的目光中 那五十个老兵 仅仅用极小的代价 就干翻了云叶的精锐手下 而且云叶在里面耍了炸 把赖船锋当成小兵给弄进去了 结果老赖也被人家三个老兵围住群殴 不一会儿就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 李二断和都非常的满意 结果云叶提出把队伍再扩大一点 成建制的啊 使用各自的武器上场 李二的脸顿时就黑了 悬甲军的战力无双 但是要他们去对付装备火油和火药的岭南水师 那就只有死伤一片的下场了 作为大唐最精锐的军队 火药火油他们也有 但是这些蠢货 认为还是自己手里的横刀 炼价比较靠得住 段和还阴阳怪气的说 自古强军从来不是以武器优劣 来论高低的 军人要是没了血气之勇 拿天神的武器也没用 这明显是没吃过亏啊 等到被打疼 被打的痛彻入骨 他就知道军人的血气和武器 这两样东西绝对是缺一不可 云叶在别的军队面前可以耀武扬威 但是在悬甲军面前实在是没有多少面子 不过城上的那些悬甲军呢 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从城头送下来好几大筐的梅子摸摸 防不拉击的看着就没胃口 刘尽宝咬着牙将这些梅子摸摸拿好 随着寻甲军士族指印的方向 摸黑向山神庙走去 那里虽然听说是一座破庙 有片瓦遮身 总比睡在野地里呛 家乡把马匹围拢到了山神庙的后院 在大殿里点了一堆火 仔细搜查过后 才请云叶进去 今晚的晚餐就是肉汤和梅子摸摸 本来有干粮的 但是没人会浪费粮食 当然云叶除外 他实在是吃不下去那个粗糙的摸摸 云家呢也做梅子摸摸 把梅子泡软了之后啊 拿木锤倒在稀烂 然后再发酵 配上栗子面 捏成一个个的小窝头 拿着油煎着吃 和这个一斤重的东西 那是两回事 云叶咬着牙 勉强吃了半个 就吃不下去了 拿了一个树枝子 穿在上面 打算烤热了吃 刘进宝拿出卤肉和腌制好的鱼 对云叶说 侯爷 您就吃不下去 这黄嬷嬷就不要勉强了 您还是吃咱家的东西吧 在这些人跟前啊 没必要装模作样的委屈自己 云叶不太饿 找了一只鸡撕下来一条鸡腿 把其余的鸡肉分给了身边的护卫 自己拿着树枝子穿着鸡腿烤 一阵风吹过来 云叶拿袖子遮了一下眼睛 等到怪风过后 他发现自己穿在鸡翅上的鸡腿没了 朝火堆里看看也没有 别的护卫都在大口的嚼着自己的那份鸡肉 吃的正香 没人发现 侯爷举着一个空树枝子在发愣呢 算了 没了就没了 又在树枝上啊 穿了一条鱼 继续烘烤 一只猫忽然出现在房梁上 喵喵的叫个不停 非常的讨厌 等到护卫赶走了猫 云叶手里树枝上的鱼又不见了 云叶把树枝子一扔 朝房顶上说 小苗 赶紧出来 多大的孩子了 怎么还是这么顽皮 不出来 师父说了 我只能行走在黑暗里 不能让别人看见 招隐东海水 木树苍梧山 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众人叼着磨磨 都在抬头看着顶上 一片淡绿色的裙脚 从房梁上垂了下来 一只白皙的小手 稍微晃了一下 云叶身后的卤肉就不见了 别听你师父骗你 他待在家里享福 整天和刘芳先生 饮酒喝茶 把你轰出去 崩瘫露宋 狗屁的招隐东海水 海水是咸的 多喝两口会死人的 赶紧下来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蹲房梁上做什么呀 下来 把毯子披上 以后啊 就跟着云叔 不要听你那个师父的话 他就是嫌你在身边呢 跟着烦 这些日子吃苦头了吧 可怜的 大闺女就该坐着马车 不该坐在房梁上 哎 下来吧 马上就要找婆家嫁人了 现在嫁衣还没着落呢吧 东奔西跑的 哪有时间绣花啊 刘进宝崇敬的 看着自家的侯爷 这才是自己主子的真面目 就是不知道这个小闺女好骗不好骗 小苗的本事 他知道 反正狗子总是鼻青脸肿的 回来找他喝酒 喝醉了就咒骂小苗 人影一闪 一个灰头土脸的小丫头 就出现在了云烟面前 头发乱砰砰的 身上的绿裙子也脏兮兮的 手里拿着一大块卤肉 编着嘴就要哭 乖孩子啊 不哭 回去了咱们找老家伙算账 山里面冷 先把毯子劈着 看看 骗骗喵喵的小姑娘 滚得一身都是泥 刘进宝 刘进宝 赶紧把大锅吊上烧热水 让小苗好好洗一洗 造孽 好孩子都被老家伙给赶出去了 吃饭了没有啊 快把罐头都拿出来 王嬷嬷不要 迎春高 就拿迎春高 云夜掏出手帕 帮着小苗擦脸 越擦小苗脸上的泪水就越多 这孩子吃鱼练武 心性还是小姑娘心性 一个人在大唐漫游了一年多 他武功高强 虽然不至于吃苦 但是他在云家 一向是受到所有人恋爱的 老奶奶当初因为吴蛇 把小苗当石头人一样的驱使 特意带着姑姑婶婶 讨伐过吴蛇的 说吴蛇没人性 如今他在梅岭古道里 见到了云家人 亲近感大声 又担心云夜不理睬自己 这才躲在房梁上偷看 现在听到云夜叙叙叨叨的关爱 哪里还忍得住 眼泪一流出来就成河了 云家最恐怖的武器 不是八牛弩 而是他们全家 齐心邪躁的气氛 不论是吴蛇还是西童 甚至还有韩哲这样的变态 进了云家 都感觉到浑身自在 无拘无束 不管是主人还是仆役 好像都很随便 云家的内宅 经常有南仆克进入 这对别的凶贵之家 那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云家 你即使看到了 也生不出龌龊的联想 温柔香是英雄种 吴蛇岂会不知 他把小苗撵出去 去历练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小苗保持一颗 武者坚定的心 只有这样才能在武道一途 走得更远 他忘记了云家美食的恐怖威力 看起来很平常 包子 稀饭 小菜 面条 饺子 这些 他都是家常便饭 可是到了外面就会发现 云家和别人家 大大的不同 小苗在云家待了好几年 早就把嘴吃的刁钻无比 尤其是他早年吃遍了苦头 一开始呢 吃到云家的饭时 对他的刺激就更大了 有减入奢意 游奢入减难 所以从小苗离家的那一天 他就时时刻刻的处在饮食上的煎熬中 再加上从小就孤苦伶仃 做梦都想有一个家 而云家 无疑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自从被师父撵出来 小苗看到流浪狗都会掉眼泪 感觉自己和那只狗没区别 他路过越州的时候 会去云家偷吃 他只要路过云家的铺子 都会进去巡缩一番 这一次路过梅岭去岭南 就是想去雍州 结果呢 在梅岭撒下了云叶 就尾隧过来 想多看一眼 慢点吃 迎春高有的是 蛋糕这东西啊 容易会就没拿 喝口罐头水冲着 肉包子放火上烤烤再吃 凉了吃啊 会闹肚子打 有眼色的刘进宝在小苗的面前铺开了一张很大的油布 李安兰给准备的吃食一样样的往油布上放 不一会儿就泼得满满的 那些和小苗认识的家将还把自己特意保留的中意的食物也都贡献了出来 厨子最后从马车里拿出在横浦关包的包子 一个劲的抱歉 说路上啊太匆忙 横浦关的食材也不好 这包子没有包好 让小苗先将就着吃 等找到了合适的材料 再给小苗蒸一锅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